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欢迎收看恒林在线 非洲猪瘟疫情不断扩散 不少人都担心吃猪肉到底是否安全 以及这种病毒会否传染人类 今集我们请来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潘联文上来讲解一下 潘教授 你好 Kendy 你好 潘教授 其实猪瘟之前也有出现过 但是最近我们经常听到的非洲猪瘟 和以往出现的猪瘟有什么不同 其实两样都是一个不同的病毒引起 传统的猪瘟是由一种RNA的病毒 我们叫做去养核糖核酸的病毒 它在200年前之前已经找到 但是非洲猪瘟是比较新的 是说在100年前都发现到的 是一个DNA的病毒 是一个核糖核酸的病毒 传染的模式其实都不一样 特别是在香港 其实过去是没有的 中国大陆今次是说全亚洲里面 是非洲猪瘟第一次发生 过去在哪里找到呢 例如在非洲 甚至传染到葡萄牙 70年代的时候会在加勒比海 暗示南美 90年代或者近年的2000年 在东欧 这是一个广泛蔓延 近来俄罗斯这些地方 都是有非洲猪瘟的肆虐 是否看到非洲猪瘟的传播力 其实都比以往的猪瘟 是比较厉害一些 现在非洲猪瘟的病毒 其实是一个传染性非常高的病毒 因为它可以经过不同的媒介 去传染 譬如说猪瘟与猪瘟的紧密接触 甚至野猪 它都可以带这个病毒 传染到给猪瘟 时事感染 这些紧密的接触 它会排泄物 分泌物 都会可以将这些病毒 传染给猪瘟 甚至譬如说 吃这些厨余的情况 猪瘟都会有机会感染到 更加麻烦的是 它们的寄生物 寄生虫 譬如我们的逼室 它在猪瘟上面 能够将一个带有病毒的猪瘟 的病毒 传染给另一个猪瘟 以致它蔓延下去 所以其实是一个不同的方法 都可以经过不同的媒体 非洲猪瘟都能够传染给其他猪瘟 有些说法就是说 非洲猪瘟 其实在猪瘟里面来说 是绝症 那死亡率又是否真的很高 死亡率其实可以很高 不如是轻微的 可能是几成的猪瘟会感染 会死亡 但严重的话 有些个案是可以全部100%死亡 所以有一个绝症 都不能够是绝对的 但其实都很接近磅 刚才提过 非洲猪瘟 其实只会传染给猪瘟 即是说现在这种病毒 不会传染给人类 但日后见不见到 会有一个变种的可能性 这个非洲猪瘟的病毒 是一个DNA的病毒 它变异的能力比较弱 它对宿主的要求都特别高 我们刚才说过 发现了这种病毒大概100年左右 都没有一个科学的证据 看到它说可以传染给人类 所以对人的威胁 并不是太大 虽然这种病毒 现在就不会传染给人类 但如果大量的猪瘟 感染到这个病毒 又会衍生了些什么问题 这种非洲猪瘟的病毒 对人的安全威胁非常低 但对人的食物供应 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因为你想想一下 如果猪瘟大部分 被非洲猪瘟的病毒感染了 以致死亡的话 对人食用的猪瘟的肉类 的供应相对来说会减少 所以对糧食的威胁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对糧食供应也很大的威胁 到底这种病毒 可以在猪中存活多久 我们市面上买到的冰鲜猪肉 会不会有这个病毒在内 这个病毒其实生存的能力 都非常强 譬如说它在一些 糞便、血清、失温当中 它都能够生存了几个星期 一些在猪瘟的肉类 如果冰冷了、急冰了 它可以生存了几个月 最长的曾经试过 可以生存到一千日 所以病毒本身是比较横强 要用一些比较高温的情况 才能够彻底消灭它的感染性 譬如说60度的话 它都需要有20分钟的时间 才能够将病毒去拆死 所以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正常食用的话 是高温 譬如说煮滚它熟透的话 几分钟之内 病毒就能够完全失去传染性 所以我建议的是 食的时候就要尽量将猪肉煮熟透 无论非洲猪瘟一般的食用安全 其实也是需要这样做 刚才说到一些新鲜的猪肉 或者冰鲜的猪肉 都可能会有这种病毒在内 市民一定是最担心 如果吃了油问题的猪肉 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有没有影响呢 非洲猪瘟对食物的安全 其实对人的安全 不是很大威胁 但是对糧食的供应很大威胁 所以市民 其实我们一口一般进食的食物 其实都是经过检疫的 他们有一团一定的安全的保障 所以市民不需要太担心 食的时候只要煮熟的话 其实对人的威胁不大 我也知道有一些国家 已经禁止了猪肉 或者猪肉加工的食品入口 例如是午餐肉 或者是小腸这一类 其实这些食物 是否都有危机在呢 这些食物 譬如煮熟透的食物 譬如是冠状的食物 因为高温处理过 所以病毒可能会在 但已经失去了感染性 但是譬如一些生的腸 这些会有机会 带出一些活性感染性的病毒 问题就来了 虽然这些不会对人 健康有直接的威胁 但是去到一些国家 譬如是农业发达的国家 如果这些食物 譬如是变成了厨鱼 辗转去到这些农场当中 这些猪脊食用了这些 具感染性的肉类 或者具体的食品 就会有机会感染到 这个非洲猪肉 以至蔓延下去 就会变成另一个国家 有疫情 所以为什么某些地方 他们对这些肉类的管制 那么高 非洲猪瘟如果传来香港 其实感染本地农场的 一些猪脊的风险 是否都很高 机会都有在 因为刚才我说过 病毒的传染性都很高 也可以从不同的方法 去将这些病毒 带到猪脊当中 比如说紧密接触食用的食物 或者是人带到这些病毒当中 所以有不同的途径 都可以带到农场当中的时候 我对本港的威胁 其实是会有在 刚才说可以透过不同的途径 都带到这种病毒来香港 是否说人类都有机会 被这些病毒依附了 而带到来香港 比如说一个人去到另一个地方 去到农场 去到内地的农场 或者去到内地的市场 接触过这些猪肉 或者感染了猪肉 或者感染了猪肉 他们的牌饰物之类 尖敷在衣服上 带到另外一个农场 香港的农场当中 会有机会将病毒散播出去 那这其中一个途径 或者会不会用具 食物 加工物 比如说一些添加剂 这些都可以 如果有一些感染性病毒 一旦在本地的农场使用 会将病毒散播出去 所以本地的農場是要做一個很高度的安全措施 減低病毒散播的風險 平時豬隻去吃的一些治療 其實是否都有機會傳播到這個病毒 過去的情況發覺吃廚餘或者我們叫豬哨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很有效把病毒散播開的情況 所以一些地方是會禁止用廚餘去餵吃豬隻 如果有些情況不許可的時候 就會用高溫去處理這些廚餘 才餵豬隻減低就感染的可能 香港對我所知 已經禁止了用廚餘去餵吃豬隻 所以那個風險相對來說是低的 現在我們香港採取的防疫措施是否足夠呢 如果疫情再嚴重一點 其實是否都要考慮更多的預防措施 作為公共衛生的研究員 我們都很難用一個方法去有效控制傳染病 其實通常都是一個整體來說 多管齊下的模式去減低疫情爆發的風險 我看到的可能是政府要做一些安全的措施 譬如說真的一旦爆發的話 它有沒有一些緊急危機處理的方法 譬如說能夠即時封鎖農場 怎樣去消滅這些受感染的豬隻 甚至甚至賠償 這些都可能政府要做一個安排 內務裡面有沒有不同的部門去統籌 在農場當中 食物的安全措施是否做得好 有沒有緊守那些措施的條例 甚至是譬如說食物鏈當中 由農場去到屠宰場 甚至去到市場當中 有沒有做出應有的安全措施 這些都可以減低受爆發的風險 市民來說 當然對人沒有直接威脅 但是如果你去到內地 去做過一些積蓄的豬隻 或者帶了一些非法的肉類來到香港的時候 也有機會增加風險 所以其實不只是一個部門 或者一個人 或者一些地方可以做得到 一定要多管齊下 在整個社會裡面有一個共識 才能夠減低香港爆發非洲豬溫的風險 好 我們今天謝謝潘教授這麼詳盡的講解 今集的時間就夠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